是外星人遗址吗 为什么它出土的每一件文物都是世界未解之谜 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三星堆遗址 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城西 这里出土的大部分文物都是青铜器 华夏青铜器都是由铜和鑫的合金制作而成的 可神奇的是三星堆的青铜器里面没有鑫 所以要么就是三星堆时期文明 制作工艺强大到可以除掉鑫 要么就是原材料不来自于华夏 甚至有人猜测是外星文明可以让鑫凭空消失 别不相信因为不可解释的不仅仅是原材料 铜的熔点相当高在一千摄氏度以上 而三星堆所在的四川也就是当时的蜀国 除了烧柴没有其他燃料可供使用 而烧柴的温度根本没办法达到一千摄氏度 那五千多年前的三星堆人是怎么制造出纯铜的青铜器呢 而制作工艺上三星堆的正管之宝青铜神术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高的青铜文物 树枝上装饰的小鸟用到了焊接技术 而焊接技术至今不过几百年的历史 五千多年前的三星堆人怎么会用 其次三星堆文物是带有不同宗教特征的祭祀用品 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 人物面部是大鼻子凸眼睛方脸形有耳洞 这根本不像是中国人的面部特征 甚至不像是地球人倒像是外星人 最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出土的人物或器具上会有太阳轮的印记 要知道太阳轮是古埃及的符号 不仅如此 文物中竟然出现了海贝象牙等这种不该在古代出现的东西 有人说这是贸易的货币 但别忘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更别说是五千年前 自由贸易都还没有发展起来 四川境内更不可能出现货币 很多人都说三星堆文明就像是古埃及和玛雅文明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存在是外来文明 因为他们除了同处北纬三十度 有相似的符号之外 都曾辉煌一时 并都在某一瞬间全部神秘消失 这个文明能力素质都极高的族群 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符号 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生活气息 他们就好像是从天而降的出现 不留痕迹的消失 来无影去无踪 历史再一次衔接上 中间已经隔了两千多年的神秘空白 三星堆文明充斥着各种传说 向神奇漩涡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而此次的三星堆文物 势必会揭开三星堆全盛时期的 另一个面上 沉睡五千年 一醒惊天下 If you like our videos please support us with a thumbs up subscribe to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videos that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in the future 欢迎订阅我的视频 自然而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